A.M.Wat News 今天真的有米派有米派 我想对于很多想置业的人士 尤其是一些首期不太多 或者私人市场买房的选择很少的市民 我想今天就是一个好消息 就算我拿着那张支读也没办法 因为确实太多资料性的东西 而且这些资料是相当有用的 我觉得今天这一宗AMWatt News 一定要选择这一宗新闻 就跟大家讲一下 讲的是这个居屋的消息 因为消息人士说 其实这个消息人士我估计多数都是跟政府一关的 不然都不会全部的电视台、报纸、网站、媒体 大家都突然间有这一宗消息 讲的是最新一期的居屋 消息人士说 5月份防委会防御署会推出新一期 今次是4871个单位 分别在将军奥、何文田和麦安山 4871个单位是什么概念呢?多还是少呢? 一年大概新楼供应都是2万多个 1万多次2万左右 所以4871个单位是相当之多 而且这4882个单位分布在六个屋苑 包括何文田的冠德苑、长沙环的海德苑、葵冲尚文苑 将军奥雍明苑、马安山感辉苑和沙田的旭和苑 实用面积有多大呢? 今次是275.5至568.3平方扯 另外一件事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折扣率的问题 今次是59折卖楼 售价是156万至529万 何文田的冠德苑成为今期居屋的柳黄 赤价是8551元 这次的定价 我觉得防委会的数字 都真的滞后了一点的时间 所以其实你说 在现在这个 就是看它的初步出来的 柳黄的价格 如果都是8000多元 59折 我觉得应该都是有少少的 低于现在的同区的二手楼价 而且我想说的就是 这个价钱本身 其实呢 就59折卖楼 即是说 将来你保地价的话 都是 就是保回这个药膜 是四成左右 是四成一左右 那所以呢 计算下的数字 如果你说 以现在8000多元来计算 应该我想真的 便宜得都挺离谱的 就是 又不可以用离谱的 那便亿下市民无所谓 那不过 很明显了 今期呢 这个的何文田冠德苑 楼黄呢 就有三栋的 那你603的单位 另外一个最多 这个的 单位供应的呢 就是这个 将军澳的雍鸣苑 就是1395个 那 有一些的 基本资料 一定要讲的 就是呢 现在房委会 就打算是 在5月就开始接受申请的了 那8月搞猪 11月楼楼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都挺值得提的 就是说呢 其实挺好的 今次这个局员 其实最快的 今年9月底 就入伙 那些呢 2020年的10月底 就入伙的了 那就是说呢 这些供应呢 可以说是相当快 基本上 年一两年已经呢 可以给到市民去住了 啊 我自己就想了 其实今次呢 这个房委会呢 一次个推 这么多单位出来呢 六个的屋苑 四千八百七十个单位呢 其实有一个深层意义在里 就是说 啊 政府本身 对于提供公营的出售单位 那个的 一个很强的信息 就是说呢 我大把扭买 而且 我估计就是说 虽然往后呢 那几年呢 其实那个的供应 可能未必那么多 那不过 啊 今次的一个信息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政府呢 可能都真的会很强势地 在未来的供应 那个出售房屋那里呢 会下多好多的功夫 那所以这一次呢 就不惜一次个 要推六个屋苑出来这么多 那而且呢 我想这个升势呢 都挺好大 四千八百几个单位 那最后也都想提一提 就是说今次的六百表的比例呢 是五成 对五成的 那这个是维持回呢 这个 和过去差不多了 那所以呢 其实呢 无论是百表的申请者也好呢 我觉得都不需要太担心 说抽不到 因为事实上 今次的百表比例呢 都维持在五五呢 我都觉得是 其实都 有一点点意外 因为我最初以为呢 六表会多些 那 最后最后最后 都要提提了 就是呢 今次的防委会呢 其实呢 我想安好政策呢 对可能真的有点影响 有一千五百个配额呢 是给一些 加油长者计划的申请者 优先申请柬楼 是优先柬楼 而一人的申请者呢 的配额呢 就只有五百个 那我说明了一件事了 就是说呢 家里有老人家的时候 真是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还这一宝呢 可以为你呢 就带来这个 安居乐业 这个的机会 那你说 真是 多好呢 那今次的AM Mod News呢 其实没有什么 很大的一些大道理 或者没有什么的方 没有什么的理论 那纯粹呢 就是希望和大家分析这个消息 因为这个消息呢 我觉得对于 现在很多想买楼的人来说 都应该是一个 挺好的消息 对楼市来说 都是一个挺大的 一个 红色炸弹 今天谈到这里